嗨小伙伴们 今天是一期开箱视频 不顾 香之大一乌龙不下 咱们一步胡外 现在呢 我已经坐上了有街气驾驶的 开往开箱低点的载具 不卖罐子了 我就呢 坦克300到货了 今天去提车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其实是一期提车Vlog 其实坦克300刚一上市我就喜欢上了 我从小就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硬派SUV的外观 特别是那个木马人 却碍于经济实力没办法圆貌 而坦克300的出现终于是让我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 但可惜 在300上市的时候 我的V5才开了两年多 家里不让我换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订车需要等半年 有的地方据说还出现了加价的情况 也不知道是厂家的饥饿营销策略还是真那么厚 不过两年下来了 这车的热度貌似还可以 也没有什么要命的缺点暴露 同时 我的V5也开了四年了 其实四年还好 并且也只开了两万公里左右 都是一台车的最佳状态 但是 我就突然听说V5停产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那台车的保值率将会大大降低 意味着再不换的话 以后就不值钱了 所以我就以这个理由说服了家里让我换车 同时前些天我还上网发了一个动态 在这个问题上 虚心听取了大家的建议 特别是一些真实车主的回复 让我很安心 随后果断下定 所以我的坦克300 我来了 小伙伴们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4S店 这应该就是我丁的那台车了 我的小灰已经被我的销售洗得干干净净 你可能要问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呢 其实个人来说 最喜欢的是黑色 然后后期改色磨砂黑 帅带了 但是 之前的V5就是黑色 再买一台黑色好像有点重复了 另外一个原因 这台车其实是给我老爸买了钓鱼碗的 老人家喜欢这个颜色 没办法 车型的话 我选的这个版本是月板里面的征服者 2158那个情话 但实际上花不了那么多 因为我是用V5置换的 不过 四年的车只跑了2万左右 还是不多见的四驱顶快 最终只攀了不到8万 这保值率确实令人好疼 所以要是接手了我那台车 我负责任地说 你不要搭了 看一下里面 坦克三百只有黑的内饰 这个没得选 不过这内饰的做工是足够豪华的 这些磨要等着我们自己来撕 这才有满新车的仪式感 然后这里我要帮电竞导演键确认一下 他也看好了这台车 但听说后排不能调整 现在确认好了 两档可调 可放心购买 我的销售正在准备交车仪式 接下来就要去付款办手去了 至于成交价多少 钱能优惠多少 我还不清楚 因为我之前根本就没怎么谈价格 这个时候你可能不相信 买车不谈价格蒙谁呢 那是因为 瞧一瞧这一次提车 我还带了什么 我带了两个还未正式发布的 我的专属线量版手办 为什么要带他们呢 因为这家店的经理和我那个销售 都是我粉丝 有没有震惊到你呢 于是这次的确认价格阶段 是和谐与温馨的 人家在一个劲的把能给的优惠 全部给到 能送的不能送的也全部送上 而我也在一个劲的挑选改装件 就怕人家不赚钱亏大了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买卖双方 都能这样相处 何种世界不和平 改装件的话我也不懂 就跟人家说 全部参考这台边境版来 更换前后金属保险杠 更换18寸轮骨和轮胎 加装顶部行李架 然后我还想再加个脚盘 或者把减震还了 人家劝我说 别浪费那个钱 你就钓个鱼 根本用不到 其实我也知道 如果在外面改装 费用更低一些 但是吧 大家也知道 有个词叫做投桃报李 这台边境版是真帅呀 如果是我自己开 肯定就选这个版本了 停停的声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再看看这18寸大脚 再看看这17寸小脚 没有对比 就会有伤害 而且据说边境版 还有一辆配套的 电动越野自行车 也挺酷的 但我并不羡慕 因为我也有一台 雷神联名款的 小牛SQI 刚学会怎么骑 改天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马上要交车了 按照流程再验一下车 瞧 车灯上还带着活呢 嘎嘎些 改装件也定好了 不过需要等到上牌后再装 然后什么脚垫 贴膜 偷车勾啥的 都是免费赠送的 送上大量的东西 但是吧 因为我还想要保留之前的车牌 而那个车牌等交易完成后 才能倒出来 所以估计这一个月呢 也只能小挂领牌了 好像也没啥好看的 硬牌SUA嘛 哪怕后修点小挂小蹭 也无关紧要 人家不还有人喜欢战损板吗 再看一眼后座 嗯 也是新的 总体空间的话 感觉和我的X3差不多 其实在驾驶感受上也差不多 因为坦克裁板用的变速箱和 X3是一模一样的 之所以换掉V5 也是因为V5那个双离合很抽人 在起步阶段 没有那种线性加速感 会某的一冲 这个喇叭是被踢了一下吗 还是就是这个早香 据说坦克300的音响系统还不错 等一下 我发现一个bug 嗨 一个质量问题 这里是 嗨 原来是洗车后的水自一流 还以为发现一个装配问题 再看一下后备箱 瞧着一条粗大的液压棒 这门很沉 用了十足 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 整个后备箱的尺寸不算太大 所以我才加装了一个车顶行李架 便以后期搬运搭建货物 但是后排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可以变成一张大床供我们偶尔休息 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值得点赞的是 后备箱还内置了一个220伏的电源插送 这用处可太大了 意味着我们外出的时候 可以随时随地给笔记本供电 特适合长途旅行 特别失去西藏 有没有这种刀河的小伙伴 咱们约一下 后车门上还带了两个挂钩 这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小设计 上面写着承重三公斤 后期出门买肉的话 可以挂上去 好了就这么着吧 车就是个工具 也不用看得太仔细 马上要交车了 蛮开心的 哦 交车之前 人家又送了一套这个给我 太不好意思了 说这是一套原厂的工具套装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下面是一套组合型的工冰铲 说材质非常坚固 砍树都没问题 偷偷地防身力气 要不改天挑战用它直接 组合起来好像能达到一米左右 同时每个部分 也都是一件衬手的工具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类似于瑞士军刀的工具 这是个 瓶子 还有一个什么灯 需要装电池的 这里就没办法展示了 最后是这个 一个自酒包 可以在关键时刻 助我们一臂之力 挺好 接下来又请杰西帮我揭开 新车的神秘面纱 自此以后 这台小灰就是我家的新成员了 希望有了它 我能够摆脱宅家的爱好 能够真正地学会走出去 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和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具体的用车感受 等我后期送上 咱们回头见 好 来 吃 一 росс 来 一